今天跟大家繼續分析時事的走勢 因為有時有很多新聞 大家看完之後可能未必記得 不過對於各位來說 有很大的影響都說不定 周顯, 今天我們首先講一宗疫苗事件 雖然這宗新聞講了很久 不過其實不知道是不是太多新聞的關係 我覺得本地傳媒對於 這宗新聞的探究或者追查都不多 講的是Johnson & Johnson 以及Eli Lili兩間美國藥廠 原本特朗普都非常忌予厚望 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年底之前 就說可以打了 但是Johnson & Johnson在前一個星期 就宣佈了他們就做不到 因為有些參與者出現了一些不明的疾病 所以要暫停這個疫苗測試 Eli Lili 也是一樣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 這間中文譯名叫利萊藥廠 也都說基於安全隱患 要暫停這個臨床測試 其實本地或者外國的網站 我看這兩宗都是個別新聞看待 就沒有什麼說到疫苗的整體進展 你怎麼看這兩件事 第一 我們應該疫苗進展 應該一度有新聞 是一直在探討的 但是只不過那些人 可能沒有特別的去關注 這件事呢 首先在疫苗方面 其實俄羅斯說第一宗做了出來 他已經做了第二宗了 是的 中國人也做了出來 所以這兩宗 就是說我們香港人也肯定 不會打美國的疫苗 因為政府採購的 如果政府採購 難道政府採購美國的疫苗 現在美國的疫苗一定貴的 美國做什麼都比人貴 美國的廠那些全部貴 整個流程做得很貴 所以我們一本不會買 所以整件事 這兩個疫苗出不來 其實最大的影響就是對特朗普的選情 如果說是對疫苗的重要性 香港也很少確診 香港也不確診 大家都不確診 我們其實究竟有沒有發生疫苗 暫時來說看不到對我們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我不覺得 那些疫苗 那些人現在都不是特別關心這件事 就算發明疫苗 推出疫苗 都是說如果要做的話 都要到2021年尾才可以大規模去推 所以那件事太遠之後 大家都變了不太關心 你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首先從中國有疫苗 香港就應該都是 一定跟中國賣的 但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這次美國的疫苗出了事 而英國的疫苗生產商也沒有什麼新的好消息的話 對於環球來說 香港只是少確診 現在其實已經去到另一個確診高峰期 在英美、歐洲 好像一天30萬 再聲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算我們自己沒有事 能夠自保也好 就算台灣這樣 整體抗疫的成果這麼好 但是如果其他的國家 或者其他的地方不行的話 其實我們的經濟影響都很大 那這一方面會不會 就算我們自己沒有事都好 如果外國真的不能夠 在下年2021年的第三季 或者第二季 有一個比較好些的恢復的狀況 其實這個是不是反而就是一個隱憂 是比健康更大 美國的股市升到很重要 那大家其實已經好像有一點點 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可能會傷害病毒 即是如果美國已經有800萬人 我想它如果明年搞一搞 就有兩三千萬人 那你很快會傷害病毒 即是很快大家都沒有的 你看這件呢 雖然法國是封城 他們那天已經很離譜 但問題是倫敦都跟紐約在談 氣泡 氣泡 倫敦和紐約都是重災區 都夠膽開氣泡 大家都不理 我想每年 我想要接受的現實就是 美國每年死三十多萬人 你可以接受的數字 因為美國一年 我估計應該大約死四百萬左右 即是你的死亡率 現在死亡率是增加於老人的 主要是年輕人很少就不同 不同的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死了四十五萬人 但是二次大戰死了四十五萬人 是年輕的精英來的 如果你主要是老人家死 死亡這樣去死的話 只不過是你的死亡率 可能是早一兩歲 提高一兩歲 完全是國家承受到的 我想大家都不太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 你看到疫情 對於夏年經濟的影響 是否比之前更加樂觀 我想對於政治的影響 現在已經不是經濟問題了 所有政治的問題 可能泰國多多少少 因為疫情的問題會發生 印尼有些事情 而且我認為普京 照顧不到白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疫情令到普京出現了問題 令到普京本地的統治 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還會影響到外面 而美國也有發生過問題 就是整個疫情 會影響政治 影響大壓經濟 如果是這樣 從這個國內看 是否分析的話 就看得到 為什麼美國股市升 或者基本上 香港股市也沒有一個大插 是否就是這個原因 最重要是因為兩百分數 最重要是兩百分數 放了稅 放了稅 其實中國 你說很厲害 又什麼經濟增長 你減了 我認為我沒有做過實質的 但我直覺上覺得 中國如果減了中國的救市措施 是負增長的 但是當然 大家一起救市 中國救市力度不是很大 美國西方救市力度更大 而且你都作為負增長 美國可能負 很多講法 有十幾百分比 到三十幾百分比 但是我想那個負增長 是成儀的影響 因為你實際上 你用了救市 如果你不救市 你不扔錢下去的話 就是負到很恐怖 大家繼續求 大家一起扔錢下去的話 你就是幫助到負增長 對於香港 香港是扔了那麼多錢出來 否則那個負增長 會很嚴重 其實美國的那個救市措施 有些人就已經在同景 就是無論那個選舉 怎樣都好 都會有再一波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是否更加令到那個 美金會再弱些 美金我想弱是難免的 就算你沒有再一波 做什麼都難免的 因為你支持 通常 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錢的政策 這個東西有半年左右的制度效應 有半年到九個月的制度效應 這個我們看 當年的時候 美國救市 1999年 我最初做股票的時候 通常這個方法 來的 進入之後 之後就會突然間 港府救市 就是下九個月之後 才開始爆升 就是說 那件事 扔了錢下去之後 會有一個制度反應 所以 遲些就會發生通脹 就是說 疫苗這個事件 周遜就覺得 對於政治的影響就大些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跟他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 我更加擔心的就是 這麼大的陰霾底下 究竟 政治如果不能復甦的話 那經濟又怎樣走出去呢 我想這樣說 擔心擔心 天要下雨 要娘要嫁人 你沒有辦法的 你以為仲是好似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大家不要仲好似 即是我們已經過過 那些叫做good old days 我們過了那些好生活的日子 大家不要再有幻想 幻想回復二三十年前的 那種艱難的日子 反而年輕人他會好些 因為他一開始 就已經生於憂患了 是不是死於16就不知道 但問題是他們一定是生於憂患 但是他們覺得是憂患的時候 當然是不夠1950年 四年年、六年年的時候 這麼憂患 大人的憂患比較舒服 但已經不像 90年、2000年之後 這麼舒服 所以這個政治動蕩 可能長遠都會有幾年 如果是這樣 如果幾年能解決到 就好 那周軒讓我看得更加灰 不是的 你看到現在是會出現在 整個西方是在崩潰 不是因為泰國有什麼問題 你會看到他們的種族 最重要的 最嚴重的就是 美國的黑白 歐洲的穆斯林 一路年輕時 歐洲的穆斯林 也是屬於沒有得救的那種 你意思是大家之間的分裂是沒有得救的 是什麼意思 那個令到那個 它叫撕裂 撕裂是沒有得救的 那個撕裂是沒有得救的 而本來你撕裂是沒有得救的 你經濟是好的話 是可以勉強可以暫時拿著張狐念著的 經濟是不好的 歐洲的經濟是在金融海嘯之後已經崩潰了 現在就是一路 通常這個人 我看到這幾年的老闆 通常崩潰在頭那一段時間是可以捱的 崩潰在後一段時間 你不會立即崩潰的 因為你還可以定得住 現在他們在經濟上 整個歐洲 全部都頂不住 就是那個什麼 因為是美國收了稅之後 美國在09年之後就收了稅 開始不放水給歐洲 不放水給日本 自己回來 救回美國 所以整個歐洲經濟頂不住 你的張狐就簽不住 正如香港 香港從來都有這些問題 但當你經濟頂不住就會爆發 好 今天跟周顯談到這裡